知名女网红遭家暴,被男友拖出电梯打,视频让人气得发抖。 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,她将自己遭遇的家暴公之于众。 因为莫名其妙的小事,宇红总会遭到家暴,不是那种轻微的推扫,而是鼻青脸肿。 和宇红记得每一场家暴的细节,上面电梯中的一幕是第四次家暴。 宇红没有喜说,因为最恐怖的第五次家暴,在十天之后就来了。 这场家暴带给她可能是一生中最伤痛的回忆。 说起经过,宇红要一度隐忍情绪,才能继续往下说。 失去反抗能力的宇红只能护住自己的身体,人妥妥施暴,不敢表现出任何反抗,只是盼着她的情绪能尽快发泄完。 宇红也选择了与妥妥分手,只是她很后悔,前几次遭遇家暴没有选择报警。 如今再去报警已经没有先前的证据了,宇红将遭遇发到朋友圈。 越来越多人愿意站出来为妥妥家暴作证,其中就包括妥妥的两任前妻。 站出来的三人遭遇的家暴同样惨烈,甚至堪称致命。 宇红将他们遭遇的补幸,隐忍反抗一股脑说了出来,是希望更多受到家暴的人不再沉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